大家好,我是Anthony,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会揭晓ChatGPP和Gemina到底哪一个阅读能力更出色 在昨天的视频里,我们首先探讨了AI在自由学习上的潜力 那就是它可以快速阅读大量文本 并在不同的文献中进行交叉比对和理论迁移 这对于我们的思考和学习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而且这种学习方式也是非常符合咱们频道所强调的学习理念的 在上期视频里,我们也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准备工作 也就是把那些影音版PDF通过OCR工具给转化为相对干净的纯文本 我们也设置了一套难度递增的测试题目 从最基础的提取信息,到全书目录总结 再到提炼和概括段落结构 最后是跨章节,跨逻辑链条的理论迁移 作为一个要辅助我们阅读和思考的助手 这些都是非常实用的能力 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测试 我会把这期视频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 如果你有任何想找我探讨和咨询的话题 都可以联系我的邮箱预约 首先,我们选择测试的样本书籍是2014年出版的心理治疗中的一链 之所以选择这本书,是因为它是一本高度学术化的书籍 涵盖了大量心理学概念 并且它的文字风格是相当严谨和精确的 全书有大量的长句子 并且逻辑复杂,概念密集 这就要求AI不仅能做到关键词匹配 还要真正理解其中的逻辑链条 更重要的是,这类书籍的写作方式 通常会在不同章节反复提到某一个核心概念 但在不同语境下会赋予它新的内涵 这就需要AI能在不同位置正确追踪同一个概念 并区分它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 那么在第一个环节 我们设置一个最基础和简单的问题 比如,在134页有这样一段话 Bobby这样定义心理治疗师的任务 我们的角色就是准许患者去思考那些父母曾经妨碍 禁止他们去思考的想法 去体验父母曾经妨碍 禁止他们去体验的感受 去考虑那些父母曾经禁止他们审思的行为 那么我们分别向两个AI提出同样的问题 书中提到的Bobby在1985年是怎样定义心理治疗师的任务的 这道题的难度很小 因为它与书中原句的重合度非常高 本质上就是一个信息提取的问题 那么,Plus级别的ChatGPT5回答得非常精确 基本上是原文复述 没有错误或遗漏 而Gemini 2.5 Pro同样准确地回答出来 并且还额外指出这是出自第七章 等于是给答案加上了一个定位信息 所以从结果上看 两者的回答都没有问题 都算是合格甚至优秀的 我们可以说双方打了一个平局 但也正因为题目过于基础 这一轮只能说是一个热身 帮助我们验证两个 AI至少具备最基本的文本检索和引用能力 虽然这种问题很简单 但有些模型可能会改写和重述 不能完全忠于原文 因此这个测试还是必要的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个环节 也就是要求AI总结全书的目录 并用一小段话概括每个章节的大意 因为对于一本复杂的人文社科书籍来说 目录和章节就是作者思路的骨架 如果一个AI只是零散的检索局部文本 它可能会答对个别细节问题 但无法对全书形成全局把握 而总结目录 尤其是要求它对每一章写一段概括 就能检验出它是否真正通读全书 并理解逻辑脉络 于是我给两个AI提出了同样的问题 你可以罗列出这本书的详细目录 并且用一小段话概括每章的大致内容吗 首先来看Gemini的回答 整体上 它生成的章节标题和内容概括是正确的 这说明它确实对全书有宏观把握 不过也有一些小瑕疵 例如第八章的标题原文是 非言语体验和未经思考的已知 进入自我的情绪核心 Gemina漏掉了后半句 另外 原书的第一部分 其实是从第二章开始的 第一章属于序言性质 而Gemina错误地把第一章算入了第一部分 不过这些问题不算严重 瑕不掩瑜 更关键的是 它在章节概括这个任务上 表现得相当好 因为我们要求 AI不只是能够复述章节标题 还要避免忘文生意 也就是说 它不能只是凭标题来猜内容 而是必须读过这一章 才能抓出标题中没有体现的重点 比如第八章 Gemina的概括是 这一章探讨了治疗师如何通过处理非语言线索 来触及和加工内隐体验 内隐体验这个概念 在标题里就是没有的 是只有读过正文才会知道的 再比如第九章 自我对于体验的姿态 嵌入 心智化和觉察 Gemina总结说 本章认为从嵌入状态 转向心智化和觉察 是治疗的关键目标 这就比单纯标题的表述更有深度 说明他知道 心智化和觉察是比嵌入更好的 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 Gemina在这一环节上 确实展现出了 对全书结构和细节的理解能力 它不仅能提炼大纲 还能在每章里捕捉到作者的重心 展现了通读全书和提炼概括的能力 那么我们再来看 ChatGPT的表现 当我提了同样的问题后 GPT并没有逐章列出目录 而是把几章内容打包在一起进行总结 这显然和我预期的答案差距很大 于是我追问 请罗列出这本书的详细目录 并且用一小段话 概括每章的大致内容 这一次 它的确生成了逐章目录 但问题也随之暴露出来 和原书的标题严重偏离 甚至出现了胡编乱造 例如原书第一章的标题是 依恋与变化 GPT却写成了Bobby的动见与启发 原书第五章是 自我的多元维度 GPT却说成婴儿与母亲的关系 这些明显不是书中的真实标题 而是GPT根据书的主题自我发挥出来的 不过它并不是完全错误的 有些章节标题GPT给对了 比如第七章第八章完全正确 但第九章的情况就比较有意思 原书写的是 嵌入、心智化和觉察 而GPT生成的却是代入、心智化和觉察 这让人很困惑 它到底是读了文本 还是没读呢? 这说明 GPT可能在某些地方 抓取到了原始文本 但在另一些地方 则依赖自身的语言模式 和训练经验来补全 这就使得我们很难判断 它是真正读到了 还是在模仿一本书的风格来编造 再看GPT对章节内容的概括 相比Gemini GPT的概括明显更简略 信息量少 而且错误率更高 比如第十七章的标题是 心智化与觉察 心理解放的双螺旋结构 GPT虽然正确地复述了标题 但在概括部分 却说双螺旋结构是心智化和正念 这里的正念完全是GPT自己发挥的 与书中的原意不符 这说明GPT在面对细节时 有一种自动补全的倾向 它不愿意留空缺 而是会用训练中见过的相似概念来填补 因此 在第二题这个环节 我们的结论是 Gemini的表现更接近真正读过 而GPT的表现则有不少幻想的部分 所以 这一轮显然可以说是Gemini胜出的 如果说前两个环节主要考察的是 AI的提取原文的能力 那么第三个环节 就要求它从复杂的文本里抽象出 作者没有明说 但逻辑上可以归纳出的隐性结构 这个环节我们的问题是 Main在1991年提出的原认知能力 是建立在哪三个基础之上 这个答案出现在本书的第184页 原文中 Main并没有明确说原认知有三个基础 而是列出了三个并列的概念 也就是表面与实质的区分 表征的多样性 以及表征性的改变 这需要AI读懂句法结构 才能意识到这三个是并列关系 那么两个AI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说 Gemini的回答近乎完美 它不仅正确地抽取出了这三个概念 还有一个额外的加分项 为这些关键词补充了英文原词 比如在表征性改变后面 标注了Representational Change 要知道 书的证文中 其实并没有写出这些英文 它们被附在最后的中英文索引里 Gemini应该是捕捉到了索引 并自动完成了对应 这说明 它在处理文本时 不仅是被动提取 还能核对术语 保证答案的准确性与专业性 进行全书范围的关联 可以说 这是一次超常发挥 而ChatGPT的表现 则要逊色不少 首先 GPT回答说 原认知能力 首先建立在关于认知的认知 及对思考 进行思考的能力之上 这句话乍一看有道理 但这与其说是原认知能力的基础 不如说是原认知的定义本身 也就是说 它模糊了概念的条件 与概念的含义之间的界限 第二个关键词 GPT给出的是 理解心理表征的表征性本质 这与main的原文 也不能直接对应 但它对这个术语的解释 却是符合原文的 GPT说 这意味着能够意识到 我们自己的心理表征 只是表征 不等于现实本身 这恰好契合了 main所说的表面 与实质的区分的意思的 换句话说 它虽然没有正确还原原文术语 但在语义理解层面较为贴近 关于第三点 GPT表述的冗长 表面上像是补充了一个新概念 但实质内容 还是在反复强调表面与实质的区分 这一个维度 因此综合来看 GPT只能说是 回答出了三个概念中的一个 为进一步探究 这是否与输入文本过长有关 我将这本书拆分为上下两部分 并且仅仅将前半部分 为给GPT 再次提出相同问题 这一次GPT的回答有了明显改进 成功提取出了表面与实质的区分 与表征的多样性两个概念 并将第三项表征性改变 理解为表征的可变性 虽然措辞不完全一致 但语义已经很贴近了 这意味着 如果要让GPT回答正确 我们可能需要把一个文本 切分成几个部分位给它 但能读长文本 本身也是能力的体现 好的 现在我们来进行最高难度的环节 就是检验AI深度阅读的能力 我们希望 AI能够跨章节的运用和迁移理论 例如 这本书第七章提到了原认知的三个基础 而第十二章讨论的是冷漠型依恋 我们希望 AI能够根据原认知的三个基础 分析冷漠型依恋在这三个维度中的心理特征 这个问题的答案 并不出现在书中的任何地方 它需要 AI自己推理 因此我们在评估回答时 主要从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是 AI是否正确的理解和运用了这三个基础 第二 AI是否真正引用并整合了第十二章的内容 也就是说 它在多大程度上提炼出冷漠型依恋的特征 我们希望AI的发挥能够建立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 否则就没有必要让它读书了 那么我们来看GPT的表现 我把这本书分成两部分上传 确保它能够被GPT分别读完 从GPT的分析来看 它对于原认知基础的理解是正确的 对于冷漠型患者的分析也是到位的 然而 GPT的用词比较泛化 更多依赖于日常语言 比如忽视 排斥 固定 这些词语当然是没有任何错误的 但是它没有引用到第十二章 对冷漠型依恋的定义和理论分析 在理论精度和术语的运用还是差了点意思 因此 GPT的分析 更像是对冷漠型依恋的一种常识性的理解 而不是对本书特定章节内容的回应 而我们再看Gemini的回答 首先它说到 冷漠型依恋的核心策略是 降低依恋系统的活性 并把关键词加粗 降低活性这个词 是书里明确提到的概念 它被用来形容回避型或冷漠型依恋的个体 我们日常语言来形容这样的个体 可能会说他们排斥他人 或者压抑亲密需求 这当然没错 但是依恋系统活性这个概念 能够把冷漠型依恋 与迷恋型依恋区分开来 因为前者的特点是活性太低 而后者则是过度激活 因此 我们可以用依恋系统活性这一个概念 来衡量不同类型的人 它提供了一个结构性的概念框架 这就是这个术语显得专业的地方 接下来 Gemini根据原认知的三个基础 对冷漠型依恋进行分析 这些分析当然也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相比于GPT Gemini的回答涉及了几个关键词 一个是贬低 一个是理想化他人 这正是第十二章提到的 冷漠型依恋的三种模式 也可以视为三个亚型 也就是贬低 控制 和理想化 也就是说 Gemini不仅正确理解了 原认知的三个基础 还将其与冷漠型的两种模式 自动结合起来 体现了它紧扣文本 和跨章节整合的能力 当然没有提到 控制模式的确是一个遗憾 但这本身就是额外的目标 总体上仍然是瑕不掩瑜的 那说到这里 我们的比赛就结束了 最终 Gemini以4比1的成绩获胜 当然这个测试 肯定还有不严谨的地方 但大家可以自己探索 总结一下 Gemini在面对学术类 常文本的处理上 表现更为严谨 作为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助手 更为稳中可靠 当然 GPT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 就是它有更强的语言亲和力 特别是GPT 4欧 不仅通俗易懂 而且具备极高的情商 所以我的看法是 GPT更像是一位擅长共情的朋友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先聊到这里吧 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和问题 想和我交流 直接联系我的邮箱就好 比如你希望和我讨论某篇文章 某段话 某个视频 某种社会现象 或者你的日记 都可以提前把相关的文本发给我 我会在正式交流之前读完 或者你希望和我讨论你的人生经历 困惑和情感 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对隐私性 安全性 付款和通讯方式 有任何疑问 也请及时告诉我 如果你无法付费 或无法加入会员 也请联系我 我会提供其他方式 详情请参考这张图片 我会把这期视频 放在心理与教育这个列表内 同时也推荐大家 去看我这个列表内的其他视频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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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